西半山 西半山位於半山高地 一向都屬於豪宅地段 分佈在多條知名的街道 例如江德道、寬咸道和羅面神道等 究竟西半山有甚麼吸引力呢? 西半山其實是傳統的豪宅地段 向來都深受專業人士的追捧 如果數上羅面神道的話 其實一向都是舊樓多 新供應一向都很少 要數上2001年入伙的羅面神道80號 2007年的羅面神道31號 以及去年入伙的帝匯豪廷 剛才提及的樓盤都是以大單位為主 如果在羅面神道計算的話 開放式和一房應該都未出現過 西半山的租金 由50元一尺到100元一尺不等 新落成的樓宇平均可以做到85元一尺 西半山羅面神道歷史遠遠流場 街道本身有兩條分岔路 分別是Lower Richmond Road和Richmond Road 去到20世紀初 政府將Richmond Road拼入羅面神道 遊行地發展的The Richmond Road 位於羅面神道62C號 提供90伙 標準戶型由開放式至兩房 會所設置於地下和一樓 提供9項設施 例如燕會廳 BBQ用地和地下花園等 現在帶大家看一個示範單位 來看一看 我們下個月 西半山中西郊庸 有各式各样的酒吧和餐厅进驻 吸引不少年轻人为区内增添生气 从西半山沿着半山行人扶手电梯 可以接驳到中区商业心臟和苏豪区 附近一带有很多酒吧可以提供消遣 也有超过30间西餐和欧陆餐厅 住户可以品尝多个菜 如果想要更多选择 可以到肩道也有民生商店和餐厅 满足住户、衣食住行等需要 沿着扶手电梯两边有PMQ原创坊 孙中山纪念馆、大馆、香港医学博物馆等等 社区康体设施方面 农府山加油境的起点位于博富林渡游乐场 和近香港大学校园 住户就可以在这里晨运和做运动 项目附近也有光瀚台花园和建造花园等 提供植物公园、硬地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和儿童游乐场 住户可以在这里锻炼身体 到家长最关心的校网了 项目立入小学11校网 中学属于中西区 内有英华女学校 性侍提反女子中学等著名学府 字幕志愿者 杨码 接触 感谢观看